好,那剛剛講完了齁 那再來我們來挑,我們可以要全座嗎? 全座其實有點浪費時間啦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因為它其實沒有很難 好啦,講一下啦,來像這個 Sigma A,Sigma B,Sigma C同學 這個用看的就知道,會比較嗎? 你看喔,這幾個數字,乍看一下 好像沒什麼規律,可是仔細一瞧 其實蠻有東西的,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50,20,30是一個倍數關係 98,36,46是不是有點有倍數關係存在嗎?對不對? 有感覺吧,隱隱約約嘛,對不對? 那我做一次給你看喔 以C為基底去看 那你的A是做了什麼樣的線性變換? 乘以2倍,有看出來嗎? 所有數字都乘以2 可以吧,所以我們就知道 A等於2倍的C 這樣可以接受 那你乘以2 那標準差數更乘以2 對不對?可以嗎? 這個要觀察一下 那你說老師你為什麼會選C 因為它的數字最小 感覺觀察倍數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好觀察的一個基底 可以嗎? 好,再來B選項 然後看一下B喔 64差4倍 看得出來嗎? 差4倍 所以我觀察出來 B等於4倍的C 好,再來 怎麼了? 你什麼東西?你在找什麼? 你在找什麼? 對生活的熱情是不是? 沒有喔,我們這裡沒有喔 再來 這一個咧? 同學說老師要靠掉這個16不是74 但如果你細心一看 你有發現它跟誰有點關係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算了,我自己看喔 算了,這一行啦 來仔細看 這兩行尾數是不是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它加10的結果 有看出來嗎? 這個真的要用心尋找 感覺很重要喔 所以珠是不是可以寫成 那個B的選項是C再加10 可以接受 同學 標準差跟什麼有關? 是跟伸縮的倍率有關 聽得懂嗎? 可以嗎? 所以這個加10其實無關痛癢 那乘的多 當然標準差自然就大 所以它的關係就是 Sigma SigmaC最小 然後小於SigmaA 小於SigmaB等於SigmaZ 這樣可以嗎? OK嗎? 就是很簡單 看一下就會了 所以我才跟你說這個要記 那個倍率如果你不記的話 這種表格 難道你每一個都要算嗎? 對不對? 當然也可以每一個都算 但是就是 就是不要喔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弄自己 好 來,如果沒問題 我們往下囉 好 再來立體5 來不及抄 講一下 我可以等你 沒關係 來,立體5 對嘛 你就講就好了 如果不講 不老實 那我來畫畫好了 藍怪獸 欸 紅怪獸 有沒有發現我的美術其實是蠻好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次畫得很大 呵呵呵呵 等一下 湊完了 湊完了 你要湊完了 你要講啊 我在畫畫 我在撐場 然後再來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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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 自己做可以嗎? 會做嗎? 剛剛那個數據說得很像 要找一個那個 一百七十幾 是不是直接剪掉 你知道在講什麼嗎? 欸 等一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剪一百七十五 或者剪一百七 然後剩五 二六 四八 然後除五二六十八的標準差 有吧? 我剛剛有教吧 我剛剛有教啦 你自己往上看啦 好 再來第二題 嗯 看一下喔 第二題 甲一兩班 喔! 這一個就是標準化的概念喔 它有意義啦 它有意義存在 你看喔 人數一樣多 基準摩林考成績 甲班六十 標準差五 乙班六四 標準差八 小明甲班六十五 小花乙班考七十 誰的班級排名靠前 同學 這一個就是標準化的意義啦 你看喔 假如今天 啊 這個 這個就不能交氣死我了 同學 其實啊 如果今天喔 我們的 資料 沒有什麼特定性 它就通常會符合一個 叫中型曲線的常態分布 這個像什麼啊 像族群跟部落的消長狀況 或者是像什麼 嗯 像IQ啊 你看 低IQ的人 跟高IQ的人 通常比例是比較少 然後平均的那個中位數 是不是會比較多 可以嗎 這個齁 分布的狀況齁 有點像是一個海浪 波浪型 我們就稱之為中型曲線 這叫常態分布 那常態分布是這樣 中間最高的就是平均值 平均值 那你看喔 小華浩 他們假班60分 小華考65分 同學 他是不是考贏前面幾個標準差 是往前考贏一個標準差 對不對 他的分數是在一個標準差 平均數往前一個標準差的地方 對吧 可以嗎 但如果今天呢 是小明 同學 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因為要寫 再畫一個 好累 哇 畫得好像 沒錯 來 擦掉 那再來你看小華 小華考幾分 他們的 呃 假班 平均64 那我寫一下 這是平均60 然後這個是65 差一個標準差 這個呢 是平均64 然後他考70 考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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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標準差是多少 是8 對不對 這是在後面一點點 一個標準差的位置 一個標準差的位置 噢 這樣找 一個標準差的位置 然後這是4加8 所以是一個標準差的位置是72 你知道在講什麼嗎 所以如果今天齁 去看他一個標準差 他是考在一個標準差的地方 他是連一個標準差都沒有考到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的分數的排名 應該會比較靠近中間值 哦 如果人數一樣多 他只要頒排20 他應該比較靠近什麼 頒排20的地方 聽得懂嗎 所以誰考的比較前面 應該是我們的 這個人是誰 小明 小明 好 可能大家不太能理解 為什麼考一個標準差 就會怎樣 會比較靠前 會比較靠後 因為齁 常態分布有個性質 這個我們要到高中 高三之後才會說 就是啊 假如今天齁 他的分布狀況是一個常態分布 那中間是平均數的話 則正負一個標準差 這個區間齁 大約會有百分之六十八的資料 坐落在這個區間 那如果呢 正負兩個標準差 正負兩個標準差 在這個範圍裡面 會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左右會在這裡 那如果到了三個標準差的話 就有正負 大約什麼 99.7%的群組 會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啊 百分之六十八的人在這 一半是百分之三十四 可以接受 那你考贏怎樣 考得又再靠前一點 所以已經是分數比較前面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 我現在真的沒辦法跟解釋 我只跟你說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看他 在哪一個標準差 前後去判別他的排名 好不好 好就這樣 好再來往下了 終於要上下一個章節了 好開心喔 來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看二維資料的離散程度 就叫我們的相關係數 那在講相關係數之前呢 我們要先講散步圖 散步圖呢 就是二維的什麼 分散的狀況 分析什麼 XY的圖形 或是你寫雙變量 或是寫XY 或是你寫什麼 雙變量 都可以 因為我們常常在做實驗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雙變量 有時間這個參數 然後有一些數 那個數量要做的統計 所以都會有兩個變量 對不對 比較少會只有一個變量 好 那我們 假如今天去做統計 那你畫出來的圖 可能時間的相關性 那如果今天完全在一條直線上 我們就稱之為完全相關 可以用一條直線來畫 就代表它有個趨勢 我們的目標都是什麼 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 學統計的意義就是為了要怎樣 要預測未來 假如今天呢 你已經知道它是有相關性 可以用一條直線來估計 那我現在問你說 假如今天時間在這 那你是不是大概就知道 它的數量就會在這邊 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去做一個預測嗎 懂我意思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統計意義 然後把這個擦掉 那你看一下喔 這叫完全相關 這個叫完全負相關 有什麼來決定 同學 就是它的邪律 只要這條直線律是正 我們就稱之為完全正相關 如果邪律是負 我們就稱之為完全負相關 那如果是曲線的接近 同學這個我們高中不會教 這到大學才會教 因為曲線的逼近 我們沒有辦法教你怎麼算 可以嗎 如果今天當直線的話 你就說喔 它感覺好像沒有那麼高的相關性 對不對 可是如果用曲線的話 它就是完全的曲線相關 這等到大學才會教 好這個呢 同學這個就看起來比較分散 就叫中度相關 這個呢比較更分散一點 是不是叫低度相關 這個呢看不出什麼東西了 就叫零相關 可是這個其實有點難分 你有看到嗎 低相關跟零相關其實有點難分 好不好 那如果今天它是水平線跟千錘線 它也是零相關 你說老師它不是也是直線嗎 同學這個是有斜律的 這有斜律 那如果它斜律是零跟斜律不存在 它是零相關 它是零相關 我解釋給你聽 你聽一次你就能明白 鐵頭好了 我們最喜歡鐵頭了 我想想看喔 怎麼寫 好來 這是鐵頭的月薪 賺的錢 然後呢 這是鐵頭的女友個數 這是零 同學 你發現了嗎 鐵頭錢從賺一千 賺到 一萬 一直往上節節攀升 不論他錢賺的多少 他的女朋友個數永遠都是多少 都是零 所以呢 你就得到了一件事 他有沒有交女朋友 跟錢又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醜嘛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好不好 好 可以理解了水平線為什麼是零相關 好 那我們 剛剛講的鐵頭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不太好 不太有意思 好 那我們來講圓鬆好了 我們用一樣的軸來講 圓鬆是女友 好 那一樣我也講圓鬆的月薪好不好 我們這個情況都是幾個一樣 你看喔 圓鬆很可憐 每個月只賺一百塊 但是呢 她女友個數怎麼樣 怎麼樣 是不是節節攀升 同學 女圓鬆儘管很貧窮 但是女朋友個數什麼 10 20 100 一直節節攀升 同學這什麼意思 就是女 女生喜不喜歡圓鬆 跟她的錢 有沒有關係 沒有 純粹是因為她長得帥 懂我意思嗎 你看 鐵頭舉一個 圓鬆舉一個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零相關 好不好 我們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還有很多零相關 考試也喜歡考 就像什麼 對稱的圖形通常也是零相關 像什麼 像圓 可以嗎 像只要有對稱 基本上 看都轉一圈了 根本就沒什麼關係 懂我意思嗎 還有什麼 或者是 可能正方形 這一些也是零相關 可以嗎 只要是對稱圖形 通常都是零相關 好趕快把它擦掉 要不然鐵頭又回來看了 好那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立體儀 非常簡單喔 哪些三部圖 呃 成正相關 哪些負相關 哪些零相關 直接秒殺 來這個呢 感覺就是隱隱約約有一條直線 有感覺嗎 雖然它相關程度不高 好 但是它斜率應該是一個正的直線 所以它是正相關 所以這是A 我起來上面齁 好再來 這隱隱約約有個直線 這應該是 相關性高一點 可是它是斜率負 所以它是負相關 這個呢 同學 基本在直線上只有一個點是例外 對不對 這個叫高度正相關 OK嗎 好 所以是C 那再來呢 有關係嗎 同學 圓松儘管再貧窮 女友個數一樣多 同學 是不是 這個是零相關 那這一個同學 這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對正圖形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那個根本不知道在畫什麼了 根本找不到一個直線去逼性 你可以這樣想喔 可以把它想成三條水平線 可以嗎 所以 它是零相關 有沒有問題 非常簡單 它這個散步狀況 我們就稱之為散步圖 好 再來 自己加強這個東西 這個簡單 自己回去寫 再來我們要講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相關係數 設計者是一個統計學家 數學家 叫皮爾森 皮爾森 那我們寫一下 這個叫什麼 這叫二維資料的離散程度 我知道了 一定沒有人懂 他在講什麼東西 同學 其實就是在講什麼 你還記得嗎 一維資料離散程度 那我們要看這個資料分散跟集中 我們是用什麼 是不是用標準差 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數據一維的時候 是用標準差去看 那二維呢 同學 它有兩個維度了 有S有Y對不對 你就不能再用標準差去看 可以嗎 我們這裡就是用相關係數去看 相關係數 相關叫Ration 所以我們 Ration 所以我們這裡會用R 來代表 可以嗎 用R來代表 我寫出體字 好 算了 算了 就R 欸不對啊 下面有寫啊 浪費我一堆時間 蛤 我覺得是要再寫一次 好 它的公式先看一下 每一筆S跟算數平均數相減 每一筆Y跟算數平均數相減 相減相乘再相加 然後再除以N倍的SigmaX SigmaY 同學 記起來嗎 同學 記起來嗎 記個屁 最好是你記起來 同學 這個呢 我們 講一次 那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算 我這樣講會不會很膚淺 我想找一個空白處證明 很容易這裡可能沒有位置 嗯 我想想看喔 沒有位置 嗯 怎麼辦呢 欸你有空白嗎 你找一個筆記 欸欸欸 那我直接開一個空白頁好不好 你自己找一個空白抄一下 OK你過來 你要抄就抄啦 因為我在講證明 這個證明 你們老師不見得有教 還是你們老師有講二維證明 有嗎 喔 你們剛剛說話還沒教到對不對 喔 那我講一下齁 嗯 我們搭配一下這個公式喔 欸欸 記一下記一下 每一筆資料相減相加 喔 跟算數平均數相減相乘再相加 除以NSigmaXSigmaY 好不好 那我抄一次喔 嗯 相關係數R 等於每一筆S 剪掉MUX 剪掉MUY 相加一直到 SN-MUX 然後 剪掉MU 嗯 抄錯了 MUY 然後除以N倍的SigmaXSigmaY 找空白抄啊 欸你不抄也可以啊 同學我建議其實你不要抄比較好 為什麼 你可以回家如果要抄再抄啦 你可以先聽懂啊 可以嗎 喔先聽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喔 好 因為證明到最後你也會 我們考試也不會考證明 所以你要先了解它是怎麼設計的 我跟你講喔 所有的統計公式你看它很複雜 可是它其實就是有一個目的性 它希望去表示一個東西的特徵 我們現在這個要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分散的程度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資料的分散程度 可以嗎 那我們是怎麼做的呢 同學 看到囉 首先呢 我們先把一群二維資料 我用兩個東西把它分化開來 μY跟μX 同學你說 老師這什麼東西 同學 資料點在分散 是不是都會有個水平的Y值 μY 我們就只看它的Y把它加起來平均 還有它的S相加起來平均 可以嗎 這個叫μXμY 我分成四個向線 好那些點點呢 我們就畫黑點點 不要 不要畫紅點點 這我亂畫的 大家不要 不要覺得 怎麼這樣畫 那我可以畫別的 可以你爽就好 好這樣子可以嗎 那你看喔 這個公式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假如啦 這一個點坐標 就叫 欸靠腰 就叫SEYE好了 同學 你拿它去-μX 拿它去-μY 在減什麼東西 看好囉 是不是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 拿它去減它 S-μX 那YE咧 是不是這一段去減它 欸同學我講錯了 你看這樣 S-μX 是不是這一段 這個是YE-μY 你知道在講什麼嗎 那這兩段 因為它在第一向線 這兩段是不是都是正的 有沒有問題 先看 這樣可以嗎 這兩段都是正的 你說老師那在第二向線呢 同學 假如另外一個點 假如S2Y2 我說假如 它在第二向線 你會發現 一樣是去減 沒有錯 但是怎麼樣 這一段 因為它的S 是不是在左邊 是不是減它 是不是變負 那這個比較高 減它還是正 好 那再來看第三向線 我每個向線 我都畫給你看 好 S3Y3 假如在這裡 這個是S4Y4 好 你會發現 我變成淺藍色了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這樣子 這兩個是都比較小 這個在左邊嘛 減S比較小 所以是負的 那這個咧 是不是Y比較小 比較低嘛 所以這也是負的 所以兩個都是負的 那這咧 這個是正 這個咧 這個是負 可以接受嗎 OK吧 這個要幹嘛 同學 看到囉 假如今天 它在第一向線 跟第三向線的點比較多 一三向線 同學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是不是 這兩個相減完 正正 這兩個相減完 負負 是不是還要相成 懂我意思嗎 正正得正 負負得正 所以只要一三向線多 它是不是 正正跟負負 就會比較多 可以接受嗎 一三向線 正正跟負負 那如果二四向線多 是不是一正一負 因為它這裡還有什麼 相減完再相成 是不是就正負得負 所以你會得到 一正一負 跟一負一正的會比較多 同學 這一整個的結果 是不是正的 這一整個的結果 是負的 那如果今天呢 我們最後再把這一些資料 全部加在一起 你有沒有發現 假如今天這個加起來的結果 分子 是大於0的 那是不是代表一三向線的點比較多 可以接受嗎 那你是可以大概想像 這條直線大概就會長這樣 聽得懂嗎 它就是有個趨向 什麼趨向 加起來一三向線多 它就是一個正協率 叫正相關 那反過來講 如果今天這個是什麼 小於0 所以就是二四向線多 它是不是就變成負相關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上面的這個公式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它其實是在定義 哪一個向線的值 的點比較多 它的趨向是正相關 還是負相關 所以它是相關性 聽得懂嗎 那再來呢 你說老師 這個除以N跟SigmaS SigmaY在幹嘛 同學 這一個呢 你暫時可能比較難能理解 這個其實就是做標準化的過程 你看喔 離算數平均數相減 然後除以SigmaX 是不是做標準化 還記得嗎 哎呀 例等於什麼 每筆資料 減掉算數平均數 除以標準差 是不是幾個標準差 這是有點像標準化 如果你catch不到 你就想嘛 讓它的數字小一點 你就這樣想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要除以N呢 因為數量這個變因 是不是在標準差也會影響 對不對 數字太大 你總不可能怎樣 你數字點超級密集 結果你這個分值超級大 對不對 這跟集不集中分不分散 其實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呢 為了要控制數量的變因 我們會除以一個N 可以嗎 不要因為什麼 1D向線的點比較多 就怎樣 就讓這個數字超級大 那其實沒什麼意義 對不對 可以嗎 我們只要知道 到底是13多24多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經過這個講解 我希望對這個公式 有個比較大的認 有個新的認知 就是什麼 它其實是有意義性的 當然 每一個人在講解這個公式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有不一樣的想法 每一個數學家的公式其實都不太一樣 我講真的 只是皮爾森這個 我們比較常用 所以我把它的數學建模跟你講 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也可以 利用這樣子類似的規律 去訂出一個新的規則 你可不可以再說 老師我想要除以2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我這邊先下課 那我怎樣幫他就 在玩裡面 可以啊可以啊 你爽就好 都可以啊 啊他們下課了 喔好 可以嗎 好這樣我們就講解完了 好再來 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囉 比較特服 要跟你講一個小小的事情 結果我剛剛不小心把第一個 影片關掉 你有在 所以我就再錄第二次 所以會有兩個影片 有在錄喔 現在有在錄就好 我只是跟你講 我怕你生氣 啊你就會生氣啊 我會啊 是會生氣啊 但是算 生氣完就好 沒事 欸幹什麼 你不要再講話了 沒有開玩笑 屁你沒有開玩笑 我怎麼會生氣 這就是兩個影片 那我把它關掉啊 來啊 我看你是不是生氣啊 這是小都技場耶 真的是小雞雞 來同學 那再來我們繼續看齁 那這個公式咧 我們要做一個變化囉 這裡喔 除SY 我們可以整理成怎樣 整理成這樣 同學你有發現 這裡的分子部分 是不是長得一摸摸一樣樣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對他做任何的贅述了齁 然後分子就長這樣 重點是分母啊 分母你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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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母是不是就是它的SIGMA 承開來的結果 可是咧 為什麼變這樣 欸 我多寫一行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蠻簡單的 呃 這個怎麼寫 這個怎麼寫 這個呢 我們叫它 因為我們偷懶齁 我們就叫它 STAR 分子一樣 來 STAR 然後分支什麼 N倍的SIGMAX SIGMAY 分子我懶得超啦齁 那如果我們把它公式化 是不是變STAR 然後咧 變成 N倍的根號 來來來來 背公式了 背公式了齁 每筆資料 減掉 算數 平均數的平 大家會SIGMA嗎 我再問一次 會嗎 喔 太好了 你會什麼事 你說的 我沒有說 其實我原本以為你不會喔 每筆資料 減掉算數 平均數的平方 再除以個數 好咧 這個Y 是不是也是什麼 每筆資料 Yi 減掉 就是SIGMA 就是什麼 I從1帶到N的意思 其實沒什麼 再相加嘛 然後減掉算數 平均數 忘記寫 μy跟μx了 的平方 再除以個數 然後STAR沒變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N 是不是可以拆成 根號N乘根號N 對不對 那你一個根號N送給他 是不是就可以約分 那就可以約分 你把一個根號N送給他 是不是就可以約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可以怎樣 寫成下方的這個形式 OK吧 喔 就長這樣 等你一下下 好來同學 如果你會SIGMA 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有另外一個表述方法 它可以把它用口訣去記 叫什麼 SIGMAXX分之什麼 NXX 來NXX SIGMA是廉價的意思 它說他們會 沒關係 SIGMA是廉價的意思 它的本意就是廉價 所以SIGMA的意思就是 把全部這一個加起來 對對對 沒有 每一個X相乘以後再加起來 那我要寫一個 沒關係就這樣 你這個空白是不是要寫那個 寫另外一個形式 是在這裡寫嗎 還是在後面 看一下 要整理 喔它在後面有變形 我在後面再正好了 可是它還有一個 就是把N約掉那個 有啊我約啦在上面 我這個本來要寫在這裡 幹 我想說 要留一個空位寫那個 沉進去 好 那同學 那你把這個掏下來 你來得及嗎 來不及 好可惜 他還可以寫 你要寫那個S的那個 好給你寫給你寫 給你寫 這個是 為了讓你們方便 我們知道這個N 就可以約掉 對不對 那它可以寫成什麼呢 我把它寫在下面好了 好 上面空間又不夠 我寫那麼寫 我剛剛想說 ABGG 我靠了 你兇我 沒有啊 對不起 對不起 等一下喔 好 我等你喔 下面一點 它可以寫成這樣 那我們全部整理一次 這個式子上面就是 X1-MUX 乘上Y1-MUY 一直相乘相加到最後 那另一邊呢 這個分母呢 是根號的 X1-MU的平方加點點點 對啊 再乘上根號 等一下等一下 Y1-MU的平方加點點點 是誰剛剛跟我打招呼 沒有啊沒有人跟你打招呼 他們在跟我打招呼 他們在跟你打招呼 你是什麼 哪有人跟你打招呼 有嗎 有人跟他打招呼嗎 再給你 再給你全備帶 好 那同學 那這個式子是什麼東西 這兩個相減再相乘 它有個名稱 叫做SXY SXY代表的是把每組資料 X扣到平均 再乘到Y 扣到平均 那有N項的話 就是相乘相加有N項 這個簡寫的符號是這樣子 那這裡是多少 後面這邊叫根號的SXX 同學 XX代表什麼意思 每組資料 扣到平均值以後 把X跟X相乘 所以就X平方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S就是總和 把它開根號 那後面這個地方 你猜要寫什麼 前面叫SXX 後面叫SYY 所以它有一個 輔助的記號 可以寫成這樣 SXY除以根號的SXX 再除以根號的SYY 這OK嗎 這就是一個計法 那SXY 它所代表的是 每組資料 扣到平均以後 X的跟Y的相乘 再把每組怎麼樣 加起來 那下面就是X跟平均相減 再乘以X跟平均相減以後 乘起來以後 怎麼樣 再加起來 這Y跟平均減 XY跟平均減 相乘也在相加 看得懂 弟弟 這是這個意思 再開根號 好 這就是相關係數的這個 這個寫法 那同學注意 這個相關係數是一個 數學家叫Pierre生寫 relativity 用R來表示 那這個 它的範圍 借1到負1之中 有以後 有一個科興不能是可以正 另外的是它的解讀 正1叫完全正相關 負1叫完全負相關 這裡寫錯了 那如果1到0.7叫高度相關 那0.7到0.3要中度相關 0.3到0這裡沒有等號 就叫低度相關 相關係數為0就叫0相關 可以嗎 相關係數為0就叫0相關 同學 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如果一組資料是水平的 那請問你 在這個水平線裡面 你會發現 它的Y是不是都會一樣 假設這裡叫2 8 這裡叫做38 這裡叫做58 好不好 那如果Y一樣 它Y的標準差會是幾 同學 這樣算完 如果Y都一樣 Y的標準差會是幾 會是0 所以Y-Y的平均會是幾 0 所以每一項都是0 所以這個結果 就會是0相關 聽得懂嗎 所以 所以你如果去 去找啊 水平牽指的確是0相關 好 就這樣 那我等一下交給元松 再往下講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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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累喔 我才能跟浮走 他講到哪裡 他講到什麼 喔 這個是另外一個寫法 這個是有些老師會用SXY的寫法來寫 那看你喜不喜歡 我都是直接寫 我都是直接寫比較多 看人 那下來第二個 這個呢 補正 調過 因為高二才正 你看得出來吧 我們這裡有寫高二 所以高二可惜不展示會正 你算出來這相關係數 因為它有做標準化 什麼做標準化 就下面SXY SXY除掉的關係 所以它會介於1到-1之間 最高就是1 最小就是-1 好 來看一下 它下面這個都講完了 漂亮啦 太棒了 自己看 來例題 我們真的做一次相關係數 好不好 因為考試會考相關係數 所以我們就做一次 那 建議啦 建議是像這樣子的形式 列表格把它列得 好好好 完美無缺 就再去算 好不好 開始囉 我就做這一次喔 以後不要叫我做了 這要上好久 來 首先我們要算 SXY寫MUX 那是不是要有MUX 也要有MUY對不對 在這個單元統計 我跟你講 最重要的統計量就是什麼 就是MUX跟MUY啦 所以不管做什麼 你都先求這兩個就對了 一定用得到 好 來MUX是多少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好了 這是MUX 這個是MUY 好等一下 那 清算一下好了 嗯 幹不能 好像有點難清算 我把它當-1好了 -1加1加1 加9加5 我用80為基礎點去算喔 所以是 這抵消15 15除以5 是不是3 所以這個平均83 好就這樣83 好再來咧 70你可以用 平均大概抓一下 可能70吧 3-3-6加1 所以是-5嘛 對不對 所以平均是69 對不對 好我們就算完了 好來看一下公式喔 公式在上面 來看一下 是不是要算每一個資料 跟算數平均數做比較 對不對 然後相減之後 相乘再相加嘛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 要相減 那每筆資料都要減 自己看 7-9-83 多少 -4 欸這個就是要算了 這沒什麼 -4 然後-2 -2 -9-3 -6 然後-5 -5-3 -2 好這樣子 然後另外也要算 73跟69相減 所以是4-2-5-2-1 好等你一下下 同學 我跟妳講一個東西喔 因為等一下喔 如果我們把它相乘 乘下去之後 就沒有辦法回頭了 聽懂在講什麼嗎 所以你考試寫到這裡的時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做個檢查 什麼檢查 這一個東西加起來是多少 6加2是8 -2加-2加-4 是不是0 很生氣吧 你知道為什麼是0嗎 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是先抓平均嘛 對不對 然後咧這些點 然後去跟平均的距離做比較 他們全部加起來一定剛好是0 要不然你那個中間絕對不會是平均 聽得懂在講什麼嗎 可以嗎 用一個比較專業的術語 我就是說數學師來講 就是什麼 Sigma XI-μ 它的答案一定是0 I從1到N 每一筆資料跟算數平均數 加起來一定等於0 這是必然的 要不然那個中間點 你就找錯了嗎 因為我們平均就是什麼 有的高 有的低 找中間值 讓大家的那個差距是不是都 這樣可以balance 掉 對不對 可以嗎 接倉不斷才叫平均 所以呢這裡加起來 一定要剛好是0 這很重要 這個檢查一定要檢查 你不檢查這個乘下去 就再也看不到這個東西了 再來你看 -2-5 是不是7 對不對 這裡214 是不是也是7 所以這加起來也是0 一定要做個檢查 要不然你也算數平均數 就真的檢查不到 好不好 好我就講到這了 再來 要每一項都平方 好來囉 每一項都平方 這裡是16 4 4 364 好 再來下面每個y都平方 16 4 25 4 加1 好到這邊這樣可以嗎 我把平方 再來咧 為什麼要平方 這個是在算分母的這裡啦 分母這裡是每一項都要平方 可以嗎 平方之後相加 平方之後相加 sigma y 好 再來就是什麼 分子的兩兩相乘 老師問到兩兩相乘 有啦 這兩個不是你剛才算過 所以每一筆資料兩兩相乘 然後你就寫在這邊 所以4乘以-4是-16 -2-4 -2-5 -10 -6-12 21得2 同學這樣可以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畫表格了嗎 你不要畫表格你也要條例好 因為他每一項在求的時候 很多數字很容易弄錯 好那開始要寫相關係數了 相關係數 來我們練習一下 抄一下公式 是不是可以寫 更更更 然後更號N 乘進來 是不是就寫成 s 我又差點寫sigma 還是我偷偷寫 應該不會有人發現 沒有人發現 好那我就寫了 你們有看到sigma嗎 沒有嗎 你只看到很多平方相加 對吧 沒錯吧 然後上方呢 是不是叫s i-mux 然後呢 yi-mux sigma 懂我意思吧 那剩下來了 就是把這個 這個要相加起來 sigma就是相加 把這一串加起來 我加一下喔 負16加4加10加12加2 那下面這個咧 下面這個我直接加好了 齁 好我們把這裡總合 啊對 這裡有合計 北七喔 哇幹什麼沒有加 來把這個加起來 幫我加一下 負16加 下面這是64 64 喔 欸你喔 下面咧 嗚呼 再來 好棒喔 好來你開始一下 所以這裡根號64 然後這裡是根號50 所以就寫成 12 欸這個開出來 所以啊 8然後5根號2 好長這樣 當然啦 那個根號 根號這個就是要化檢一下 要算一下齁 這裡是約分 這裡是2真是3 對吧 所以是10根號2 怎麼了我寫錯嗎 怎麼了怎麼了 沒事沒事 怎麼了 沒事 沒事好 那我要 我要清算喔 同學等我一下 因為我們的相關係數是介於1到負1之間 我們習慣用什麼 小數來表示 懂我意思嗎 所以齁這裡要做個約分 大家等我一下 我清算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我快算完了 這是我先有理化好了 這個乘以根號2的話 3根號2 然後這裡是乘以2 所以是10 好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催我不要催我 根號在哪裡 根號2 根號2 乘以10 0.42喔 怎麼那麼小 嗯 我有算錯嗎 怎麼那麼小 啊這不是 欸對啊 是啊 蛤 蛤 喔下面是20啦 靠腰咧 20嘛 對不對 欸我怎麼算錯 欸快幫我檢查 快幫我檢查 我怕我數字算錯結果 一去不復回 8嘛 5根號2嘛 對不對 然後下面是12喔 你說的喔 我相信你喔 12 蛤 那這數字有點小欸 3根號2 乘以2 10 怎麼那麼小 除以20 除以20 答案是0.21左右 大約0.21 同學那你就知道 數學跟理化成績 是不是低度相關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沒什麼關係 好 這樣會算嗎 其實就是 欸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你要自己操作過 我說的自己操作過是 他沒有給你表格 你可以自己寫出來 那我覺得你才是真的 有把這個流程操作手 因為考試會考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會 OK吧 我可以跟你講一下喔 曾經足蹤 在這個單元有一個考試 他的答案是什麼 147分之123 然後更號20幾 21啊 這是多少 這是他的相關係數 我跟你講喔 真的很醜喔 真的很醜 你要有心理準備喔 好不好 所以這個一定要練手 好 再來 往下 立即仿作 你就自己仿作了 我們來往下看 再來我講相關係數的變形 這個也有點硬 這也有點硬 推導 大家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好 來 同學 這裡的推導是什麼 就是啊 上面這個東西 是每一筆資料 你們都要知道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呢 我做一個取巧的步驟 我把上面的分子 整理完 它是可以整理 整理成這樣子的 聽得懂 你在講什麼嗎 可以先相乘相加 再-nmuxmuy 再講一次喔 可以先相乘相加 再-nmuxmuy 好 那這裡需要一點勇氣 我先寫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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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要把每一下 都把它撐開來 好 我成 所以呢 你每一下產開來 我只寫分子喔 我先寫分子 分子 分子 你就可以寫成 s1-mux 我可以直接成開嗎 算了算了 我超級知道了 當作大家不知道 muy 那產開來是變成 s1-y-e 減掉什麼 慢慢寫齁 -nux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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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歡數學喔 好 再加點點點 好 再寫第二下 s2-y-e 然後-muxy-e -mux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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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我們先帶你觀察一下 前面是不是 s1-n s1-y-e 到s-n-y-n 是不是就是前面這一串 今天都在講什麼嗎 所以我們已經把紫色這個寫出來了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再專心的看一下 後面的這幾項 你看喔 這裡是都有-muxy-x 所以直接在改變的 是不是只有 y-e到 y-n 今天都在講什麼嗎 你可以把mux 提出來 是不是就是後面 y-e加到y-n 聽懂嗎 所以我下一行就寫成 s1-y-e 加點點點 s-n-y-n 好 這個是前面紫色的部分 誒 畫戲了 好 這個格子真的是不夠用 然後減掉 來 我mux提出來 是y-e加到y-n 好 再專注的看一下 這裡是有mu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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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se加到sn 是不是不斷的改變 然後muxy是一個固定值 你可以把這幾項數再提出muxy來 所以減掉muxy se加到sn 好 最後呢 muxmuxy有幾個 是從e加到n 有n項 所以有n倍的muxmuxy 等你一下下 看一下你的問題 OK嗎 你離它只差一步了 就是這裡已經有類似的東西出現了 只是它是加就是減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我們還要再整理 這怎麼整理 同學仔細看 y-e加到yn 所以就是y資料的全部總和 對不對 y資料的全部總和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 算數平均數muxy乘上像素 中間像乘以像素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那這裡咧 這裡也可以想成mux乘與n 中間像乘像素 那這個叫什麼 nmuxmuy nmuxmuy 有兩個減一個 是不是 減兩個加一個 是不是就等於減一個 好 所以我們可以化減成另外一個形式 叫做seye 加到snyn -n倍的muxmuy 好 讓你看一下 抄一下 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變形呢 用在什麼時候咧 同學 借我偷偷往上移 來這邊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發現 原先每一筆資料要相減相乘再相加 所以你一定要每一筆資料都會 對不對 他要都跟你講你才可以用 所以這是資料明確的時候使用的分子 那如果今天資料不明確 他有時候會直接跟你講 加起來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什麼 只知道總和 所以這是資料不明確使用的分子 好 那我在上面寫一下比較了 這個是資料明確 啊 寫錯字了 啊 這個是什麼 資料不明的分子 因為他有時候資料不明確什麼意思 就是 他直接給你總和 那我再講一個直白一點的 有些人可能還不會分資料明確不明確 你就想嘛 給你一筆資料 然後我就說 請問座號三號同學分數幾分 你可以直接講出來 那就叫資料明確 每一個人的資料 每一個人的分數 你都可以直接說 懂我意思嗎 好 就這樣 好再來下一個 這個還記得嗎 標準差的公司還記得嗎 啊靠腰咧 去了 標準差的公司還記得嗎 算了 但我沒講話 我們講分母 那我分母就寫一邊就好 因為另外一邊一樣 可以嗎 我們今天會不會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妹妹你們等一下有補習 有補習嗎 誰有補習 舉手 沒有 那我們今天加課加課要兩點 靠腰咧 你們是不是沒補習 你等一下要補習嗎 你會累嗎 我幫你按摩 我可以幫你捏小腿 垂肩 好啦好啦 我剛剛講齁 那這一個呢 就是方筋減均方的另外一個寫法齁 我們寫一下 來我們先看標準差 這裡是標準差四個碼X 我針對四個碼X看齁 四個碼X 是不是可以寫根號的什麼 方均減均方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 來有沒有問題 這是資料 怎樣 不明確的另外一個寫法 對不對 方均減均方 那你看齁 我們等一下是會有一個動作 是把 根號N 根號N乘進來 同學 如果你今天把根號N乘進來 啊抱歉這裡忘記寫個除了齁 平方的平均這裡要除以N 唉抱歉抱歉 難怪我剛剛覺得怪怪的 減掉平均 唉 花數就高喔 減掉平均的平方 那如果你把根號N乘進來 你看齁 根號N倍的SigmaX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變成什麼 分母的地方數就約分掉了 根號N乘進來 就相當於裡面是什麼 就是乘與N倍的意思 聽得懂嗎 那分母是不是就把這個東西約掉了 可以嗎 好啦我再抄一行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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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這個公式其實 有時候蠻乏味的 但是它的組織架構其實真是蠻好的齁 這數學家有些其實是蠻猛的 把這個N可以約掉 那這個N乘進來 所以這個就會變出有個N倍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寫出來啦 等於什麼 根號的 S1平 加點點點 SN平 然後減Nmux的平方 然後這是分母的變化 那Y就也一樣好不好 我就不寫了 可以嗎 所以兩邊都可以寫成什麼 沉進去的結果 不用拍啦 你拍我就好了 不是啊 你可以 你們沒有在群組裡嗎 靠腰咧 欸 欸 加一下加一下加一下 我想說怎麼這個要拍 這個 你有在群組裡嗎 高音的社團啊 對對對 我們都會把筆記上傳啊 欸 等一下沒有了 來下個找我好不好 可以嗎 要不然你們這樣子 當然來不及操啊 先聽懂啦 先聽懂 這樣可以嗎 沉進去 所以它有兩個變形形態 這個呢 下面分母也是什麼 資料不明確的時候使用 可以嗎 跟那個方菌檢菌方那個很相像 我覺得我們應該 今天是不是就到這裡了 還是大家還想寫一題 好來 既然大家那麼有心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好啦好啦 下次再想好不好 那這個回去 公司要稍微熟記一下 我們下次要用 好不好 來到這邊 我們下課 拜拜